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9月19日 祖云尼·施蒙尼开新球队赢球 今天凌晨 拿玻璃在一甲联赛第七轮的焦点战中 课场2比1击败未免冠军内西米兰 前锋祖云尼·施蒙尼下半场后被出场 帮助拿玻璃打进了一力制胜进球 赛后在接受采访时 祖云尼·施蒙尼表示 我太高兴了 这力进球的价值就如同黄金一般珍贵 我们对阵一支强大的球队 取得了一场关键的胜利 我们证明了拿玻璃不仅可以踢出漂亮足球 而且在关键时刻还能展现出强大的意志力 球员们每天都会竭尽全力 大家都渴望在每一场比赛中展现自己的所能 我们需要保持目前这种状态 我们知道拿玻璃有怎样的潜力 大家都期待着通过未来的每一场比赛将其展现出来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